我中了彩票大奖 五千万 从此 我和老婆陷入丈母娘家 无尽的骚扰 小舅子结婚 丈母娘让我送辆豪车 我答应了 婚礼当天 我带着一辆豪车模型 去参加婚宴 丈母娘指着老婆怒斥 没良心的玩意儿 丈母娘来家小住 趁我们不在家 偷拿别墅房产证离开 威胁老婆将房子 过户到小舅子名下 我知道后 豁出脸面 大闹一场 从此以后 丈母娘一家 再也不敢上门骚扰 我和老婆结婚四年 老婆娘家 却总把我们当提款机 三天两头上门打秋风 看在老婆的面子上 我忍了 时来运转 我和老婆买的彩票 中了大奖 五千万 从此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 家里都无宁日 小舅子马上三十了 好不容易惊人介绍 相亲了一个女孩儿 现在准备要结婚 赵母娘恬不支持地提出 让我们送辆豪车 什么小舅子在岳家面前丢面子 哎呀 我儿子的人生大事 总算是快到眼前了 赵母娘来家里送喜帖 让我转交给我爸妈 小舅子结婚 他们还惦记着我爸妈 也给一份礼金呢 给足礼数后 我就坐在一旁不吭声 任由老婆和赵母娘聊天 人家女方陪嫁二十万 我们婆家自然也不能丢面子 良平 如也你们作为婆家人 可不能拖后腿 见我只是看了我老婆一眼 笑了一笑 并没有接话 赵母娘不死心 继续说道 别的聘礼家里都准备好了 也就是如今年轻人结婚 都有小轿车 我儿子没有 就有点丢人 我还是没说话 赵母娘顿时就不高兴了 拉着我老婆走到一边 背着我嘀嘀咕咕 说了很多 后来赵母娘带着 一肚子不满离开 我问老婆 刚才他们聊了什么 她叹了一口气道 我妈说 我们彩票中了不少钱 我弟弟结婚 想让你买一辆豪车 女方家挺大方 不能让我弟在老婆面前 低一头 我盯着老婆问 那你呢 你是什么意思 老婆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没结婚前 所有的积蓄 都归我弟了 实在不想 以后还这样 她这么一说 我稍微放心了些 至少证明 她不完全是伏地魔 心里还是把我们的小家 看得更重 自从我们结婚后 赵母娘三天两头 上门要钱的事情 就层出不穷 我和老婆都认为 小打小闹 拿点小钱的都算了 懒得计较 但这次开口 就是要豪车 还要高额礼金 要是再惯着他们 以后怕是真就永无宁日 赵母娘他们得寸进尺 小舅子贪得无厌的做法 我已经感到厌烦 正好可以借这次机会 让他们栽一个大跟头 改天和你妈说一下 这是我答应了 婚宴上肯定让你递 大出风头 我跟老婆说完 她一脸难以置信地 看着我 着急道 你疯了 以后还想不想好好过日子了 老婆你放心吧 我自由打算 你等着看结果就好 我还没那么傻 这件事的处理 最重要的就是我老婆的态度 毕竟她才是要陪伴我 度过后半生的人 如果事后她觉得我太过分 我们也可以分开了 毕竟她娘家做的事情更过分 我们夫妻中彩票那天 我出了车祸 上午刚领到钱 晚上从我爸妈家回来时 我就被车撞了 伤得很重 送到医院时我已经昏迷 老婆也受了点伤 但大多是擦伤 人还是清醒的 第二天 我意识恢复了些 但很疲惫 浑身很疼 睁不开眼 我能听到医生在病床前 和老婆说我的情况 医生说 哪怕是手术后 我的下肢也有可能会瘫痪 让她做好心理准备 连我自己都心如死灰 想着还不如死在手术台上算了 但我老婆却坚定地说 必须用最好的药 她要赌我还能站起来 那微弱的可能性 后来医生离开病房 帮我联系专家 尽快手术 丈母娘带着小舅子来了 他们以为我昏迷没有意识 毫不顾忌地怂恿我老婆 如烟 你赶紧地 趁良平爸妈还没到 去跟医生说 用最省钱的治疗方式 赶紧手术 等亲家来了 是已成定局 什么也改变不了 丈母娘在听说我的情况后 就急忙劝说老婆 对啊 姐 这样等姐夫出院 你就提离婚 还能多分点钱 小舅子紧跟着帮腔 话里话外的算计 我不用看都知道 老婆难以置信地 看着她妈和弟弟 被母子俩的话 震惊地一时失了雨 如烈者问道 我为什么要离婚 不离婚干嘛 她现在这情况 瘫痪是肯定的 少花点钱治 你离婚还能多分点钱 然后再找个有钱的嫁了 还能多拿一份彩礼 老婆听到这里就怒了 直接驱赶两人离开 嘴里还生气地吼着 我不离婚 她瘫了我也不离 花多少钱我都要治 后来我的手术很成功 没有瘫痪 并且恢复后 和以前没有太大区别 老婆也一直没有提那天的事情 丈母娘和小舅子 在我恢复后也来看过我 还说当时很担心我 现在看我好了 大家都很高兴 我和老婆都没有拆穿他们的话 笑了笑这事就过去了 但我心里清楚 这样的人就该有多远多多远 不需要再有过多来往 距离婚礼还有一周的时候 小舅子终于坐不住了 拉着丈母娘到家里来追问我 良平 之前说好随里的豪车 准备好了没有 就是啊姐夫 这马上就要摆酒了 我还等着你的豪车 当头车去接新娘呢 小舅子急切地追问 我谭丁自若地喝着茶 不急不徐地回道 当婚车 那赶不上 你们当初没说这事 我跟人订好了取车时间 要到你婚礼那天 小舅子一听 当即脸上就挂不住了 她本来听说姐夫答应送一辆豪车 早就跟女方家里吹牛了 还到处宣扬自己姐姐 姐夫中彩票了 还是大奖 这次要送辆豪车 给她当新婚礼物 肯定不会便宜 那嘚瑟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奖金都是她的呢 也正是因为小舅子的宣传 我和老婆中奖后 总能接到很多 很久没联系的亲朋好友电话 不是来借钱 就是来哭穷要救济的 弄得我和老婆不堪其扰 逼不得已换了号码 彻底和那些人断了联系 但原本就关系亲近的亲朋断步了 这些人甚至找到我爸妈 让二老来劝我大放点 帮帮亲戚朋友渡过难关 又不是不还钱 我和老婆没办法 不能眼看着老人为难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花了大笔钱 买了两套房学区房 还有一栋别墅 剩下的钱 除了留下一部分备用金 剩下的全拿去做了理财 对外声称钱花光了 以前投资亏本 欠了很多钱 现在把窟窿填上 没剩多少钱 好不容易我和老婆 解决了被人追着借钱的事 小舅子因为要结婚 又闹起来 我还能接着灌他的臭毛病 得到老婆力挺的态度后 我就着手准备起来 好戏就是要等到演员到齐 才能正式开场啊 现在还不到时候 我打发走来家里 追问豪车下落的小舅子和丈母娘 给了老婆一个安心的眼神 婚礼当天 老婆作为男方清洁姐姐 居然没有被安排接亲 或是收礼单之类的事情 反而向着普通客人 带着礼金过来 等着吃饭 敬酒 然后就可以离开 甚至给我们安排的位置 都不在主桌上 主桌上除了丈母娘和岳父 剩下的全是女方家人 女方的书败一审都上桌了 我们身为男方清姐姐和姐夫 却被放在远亲这桌 老婆来到婚宴后 气得不行 但又不得不忍下来 你不会真弄了辆车过来吧 老婆看了看我脚边的礼盒 小声地询问我 放心吧 你老公我没那么傻 一会儿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我安抚地在她手背拍了拍说道 照今天的情况看 我这地席可不是省油的灯 气过后 老婆又开始操心起娘家的事 别想太多 你管不了那么多 今天这场面搞不好 就是妈故意做给你看的 我想了想小声劝慰到 毕竟豪车我们还没给出去 因为这事 又不止一次地下了妈的面子 老婆倒是听进去了 略带歉意地看了看我 后来确实若想的一样 亲姐姐没有被安排上主桌 就是丈母娘给我们的一个下马威 我丝毫不在意 没有把这点事放在心上 反正从医院那事之后 我就打定主意要远离这家人 老婆是因为多年来被调教习惯了 所以还是有些看不开 同桌的其他亲戚 好奇地一直在追问老婆 怎么和他们坐一桌 亲弟弟结婚 他怎么不去帮忙 礼单和红包都是女方家收的 之后办婚礼的钱怎么算 被一个个问题砸得晕头转向 老婆一个都答不上来 只好尴尬地笑笑含糊过去 亲戚们看到老婆的反应 也在暗自猜测 是不是因为我们中彩票的钱 没给娘家花 所以赵母娘有意见 所以我们夫妻俩连肿桌都没上 饭桌上那若有肆无的视线 让老婆坐立不安 直到小舅子带着新娘子过来敬酒 我按道好戏就要开场了 姐 姐夫 喝茶 小舅子端着茶敬我 按照规矩 我在茶盘里放下五十块钱 拿起一杯茶喝掉 弟媳妇儿看到那张五十 脸上的笑容都僵硬了几分 到老婆的时候 和我一样 也是五十块钱 同桌的亲戚倒是没意外 五十的敬茶钱不少了 反而认为我们确实没钱了 只是小舅子和弟媳妇儿 明显不相信我们没钱的说法 两人能成功走到一起 不是没有道理 本质上都是同类人 脸上的鄙夷藏都藏不住 姐夫 之前说好的车呢 上回你说今天才能取车 我和妈可特意 今天什么事都没给你和我姐安排 小舅子很快调整好表情 嬉皮笑脸地朝我追问她 心心念念的豪车 我勾起嘴角 笑容灿烂 正等着你呢 我从脚边拿起一个礼盒 递过去 小舅子兴奋地接过 刚才五十块敬茶费的不满 此时通通消散 老婆有些不安 悄悄拽着我的手 亲戚们也伸长了脖子 往这边看 好奇我送给小舅子的礼物 到底是什么 赵母娘看到这边的动静 也跟了过来 我看到周围观众都已经就位 小舅子也将礼盒拆开了 姐夫 怎么只有模型 车钥匙呢 小舅子将礼盒里的豪车 模型拿了出来 她还以为这是买车送的 这就是你要的豪车 哪有什么钥匙 我笑着说完 看着他们脸色瞬间黑下来 我心里一阵畅快 亲戚们有些不明所以 你刷我 小舅子愣神片刻后就反应过来 重重将模型摔在地上 我将老婆往身后拉了拉 然后才好整以暇地看着愤怒的小舅子 模型也是花了大价钱定制的呢 这么摔了多可惜啊 我故作遗憾地看了看地上的模型 其实没花多少钱 几百块定制 配上一个高端的礼盒 样子货 说好的送我辆豪车当新婚礼物 你就送了个模型 小舅子气得不行 指着我骂 我怎么会有你这种 抠门小气的姐夫 出而反而耍人玩 柳如烟 你可是我清洁啊 就这么看着你老公骗我玩 你对得起我吗 新进门的弟媳妇儿 也是一脸傲气 不懈地看着我和老婆讽刺道 之前还吹牛 姐姐对名称多好 多照顾呢 自己中彩票 大把大把的钱 亲弟弟结婚 连一辆车都舍不得送 原本我们也没什么 不送你就直说 说了要送 现在又不送 这不是故意骗人吗 弟媳妇儿说完后 轻飘飘地 看了在我身后的老婆一眼 明显感觉到 老婆抓着我手的力道 突然加重 我正想要说话 赶过来的丈母娘 才知道事情的经过 开口就骂起来 柳如烟你长能耐了 当初答应好的事情 都不做数了 白羊你这么大了 这么重要的日子 故意给你递难堪 让她下不来台 对你有什么好处 老婆在身后蠢蠢欲动 想要辩解什么 被我死死按住 说好今天这事我来解决 还有你 楚良平你良心被狗吃了 这么耍着小舅子玩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发财了嫌弃我们家 是穷亲戚 想断绝来往了 是不是啊 亏得你出车祸的时候 我和明成这么担心你 你就这么回报我们的关心吗 居然拿模型当 随理给小舅子 你怎么好意思 丈母娘说到这事 我忍不住笑了 说什么不好 偏要提医院那件事 周围宾客早就发现了 这边的热闹 探头探脑往这边看着 就是 你躺在医院生死不知的时候 我和妈那么担心你 一烫烫地去看望 你现在这么对我 良心不会痛吗 我就静静地看着母子俩 唱双簧一样地讽刺我和老婆 老婆紧拽着我的手 也渐渐放松下来 大概是心死了吧 一月那回发生了什么事 她最清楚 看着丈母娘和小舅子唱双簧 等到两个人实在说不出话来 我才开了口 小舅子结婚 我送豪车模型当随理 而不是真的叫车 当然是因为她只配这个 礼金就两千块 多了没有 还没等丈母娘和小舅子说话 我又继续说道 当初你们母子俩在医院 让我老婆别多花钱 要是瘫痪了 就和我离婚的话 我都听到了 丈母娘和小舅子沉默了 我老婆也很尴尬 我回头看着她 安抚地笑了笑 这件事上 她是我必须要感谢的人 要不是她的坚持 我大概也想要放弃自己了 包括术后的附件 也全是在她的支撑下 我才熬过来 你们要是用真心对我 我自然会以真心去还 可实际上你们有吗 真正对我好的 只有如烟一个人 你们柳家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在算计她 所以小舅子她只配这个 有什么问题 丈母娘和小舅子听到后 有些心虚 加上我向来好脾气 忽然发飙给人难堪 还是让人忌惮的 我们结婚四年 你们月月上门打秋风 家里几个耗子洞 都比我这个主人清楚 你们柳家但凡有点大事小情 全都来找如烟要钱 这些小打小闹的钱 我们给了就给了 一家人懒得计较 但是你们在医院里是怎么说的 我听得很清楚 现在柳明成结婚 开口就是要豪车 怎么不直接要别墅 一步到位多好啊 我讽刺地说道 弟媳妇儿倒是满脸不愤 我没给她开口的机会 继续对道 你用不着用那种高高在上的眼神看我 你的彩礼 五金 全都是用我老婆没出嫁之前的存款置办的 真靠你身边这个四肢不情 五股不分的男人 你什么都没有 当然了 还包括今天这场婚宴 我后来还说了不少 包括警告小舅子 以后不要经常出现在我家 也和丈母娘说了 以后除了生活费 别的钱就别想要了 我一分都不会给 在婚宴现场发了好大一痛火 我拉着老婆直接离开 来到地下停车场 老婆才回过神 老公 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 我停下脚步看着神色有些纠结的老婆 你会觉得我今天这么做很过分吗 我试探地问道 沉默了一会儿 老婆摇了摇头 那你觉得你妈和你弟这些年的行为 是对的吗 老婆这回果断摇头 他自己也知道那些行为是不对的 那我今天做的就不过分 是小舅子得寸进尺 如果他不在婚宴上跟我讨要豪车 我也不会说那些话 他们也不会丢那么大的脸 老婆表情松动 似乎是被我说动 再接再厉 我继续说道 你从小就被你爸妈教育着 要对弟弟好 好东西要给弟弟 结婚前你辛苦工作七八年 攒下的钱都给他了 你自己不也知道他们这样不对 之前我们也说好了 这件事我来解决 你也不想以后还一直被弟弟追着要钱吧 老婆坚定地点头赞同 我就喜欢老婆这副软和性子 她心里有拔齿 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 只要不过线 她很听劝 尤其愿意听亲近人的劝述 我们是夫妻 天然的就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只要我站立 老婆会很听我的话 走 带你看个礼物 什么礼物 你什么时候给我准备礼物了 老婆的注意力很快被转移 追着我问什么时候准备了礼物 在一辆红色的假翘虫前 我停下来 从身上掏出车钥匙 递给老婆 你不是一直都很想要一辆假翘虫吗 正好 我们有钱了 也负担得起两辆车 呜呜老公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老婆突然大哭起来 弄得我手足无措 猜到她会很感动 没想到会哭成这副模样 好不容易等她平复下来 我们才去车回家 经过婚礼上这么一闹 我和老婆的生活平静了一段日子 但总有人看不得我们过得舒服 婚后四年 我和老婆决定要个孩子 最近因为买车的事情 我和老婆是秘里调悠 这天下班 丈母娘突然上门 看到翘着腿在沙发上磕瓜子的丈母娘 我脸瞬间就黑了 老婆听到声音从厨房里出来引我 老公 你回来了 她小声地在我耳边解释 妈不知道是从哪知道 你给我买了新车 今天特意到我公司楼下读我 跟我一起回来的 看来今晚是来者不善啊 没事 因为交给你老公我 你尽量少说话 我轻声主导 可 回来那么久 眼里还有没有别人了 当着长辈的面 搂搂抱抱的像什么话 丈母娘的角度看起来 就是我一回家 老婆就跑过来抱我 我俩的姿势 就像贴在一起亲吻 老婆被说得不好意思 我们是合法的 又不是偷情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笑嘻嘻地说道 我两夫妻关系和睦 妈应该高兴才对啊 哼 在长辈面前别那么轻挑 该有的尊重不能丢 有钱不知道孝敬老人 偷偷摸摸地自己享受 真不知道你们的孝道 都学到哪去了 我没把她的话放心上 知道丈母娘 是因为新车上门 我就知道 这家人肯定又在 算计什么东西 丈母娘少见地 讲道理白谱 这回过来 怕是被家里老爷子 耳提面命地嘱咐过了 要说老婆娘家人 都是什么脾性 最好懂的 就是丈母娘和小舅子 这两人是坏在面上 算计和心思 都能轻易被人看穿 但岳父 这个人就很难评 我和他接触不多 但他话很少 偶尔说几句 但每次说话都在点上 一针见血 原本以为是个民事里的人 但有件事让我察觉到 岳父这人一点都不简单 我和老婆刚结婚的时候 因为丈母娘和小舅子 时常上门打秋风的事情 也吵过架 后来是岳父出面 对丈母娘和小舅子 进行管教 还当着我的面 将小舅子狠狠打了一顿 我一个新女婿 自然不好再计较什么 这件事就这么结果 然后还让丈母娘表态 不准三天两头的来女儿家 再想女儿也不准来 我一听哪敢答应 只能连声说没有 妈想来就来 岳父没有因为我的话 顺势答应下来 还是对丈母娘做出了约束 每个月只准过来看女儿一次 平常没事就不准来 丈母娘心不甘 情不愿地答应下来 当时我还十分认同岳父的处理方式 觉得她是个奖礼的人 可事后我再细想 这不就是以退为进吗 让丈母娘原本上门打秋风 这种不合理的事情 一下就成了每个月上门 看望女儿近况的合理事件 任谁都挑不出毛病 脑子里杂七杂八地想着事情 但面上依旧不动声色 老婆进厨房继续准备晚饭 我和丈母娘坐在沙发上 谁也没有先出声 她在想着怎么开口 我则是盘算这次 他们又想要什么 奇怪的是 丈母娘直到晚饭结束都没有开口 并表示要在我们这儿住一段时间 老婆没法拒绝 我更不好开口感人 毕竟是长辈 这段时间 丈母娘和一往大乡停静的表现 让我和老婆面面相去 在我们这儿住了半个月 丈母娘每天都帮忙做些简单的家务 甚至晚上我们下班回家 饭菜已经上桌 这是我和老婆结婚四年 第一次享受到丈母娘照顾的待遇 半个月反常的行为 终于在丈母娘生日这天得到了解答 要不是老婆提醒我 都忘了这回事 原本打算去外面吃的饭算了 丈母娘反而说不要浪费钱 在家整一桌就行 然后生日宴当天 我和老婆提前下班 提前去买了的金镯子当贺礼 毕竟是丈母娘 不好让老婆太丢脸 去到岳父家 屋里坐满了亲戚 跟那天婚宴一样 人气得很 就连弟媳的父母都来了 这么大的阵仗 我和老婆都震惊了 这次丈母娘一家所图不小 如言回来了 你和良平可真是孝顺啊 这么贵的东西 说送就送 就是啊 我家那个臭小子 要是也这么孝顺就好了 做梦都能孝醒 那可不 咱们家里这一辈 就如言最孝顺 从小成绩好 长大又会挣钱 现在嫁个人 都跟她一样 孝顺又大方 从小我就说如言好 你们还嫌她脾气软 以后怕是要受气 现在看来 你们都看走眼了 七大姑八大姨 三言两语地把老婆捧高 可竟吹 老婆都猛了 自己就带了的金镯子 回来当贺礼 也不是多贵重 现在谁家还买不起个金镯子 怎么就被夸成这样了 看老婆懵懂的样子 我就知道 她这会儿脑子已经当机了 在工作上雷厉风行 能力极强的老婆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向来不擅长 我一直暗自警惕 今天还真是长鸿门宴 赵母娘特意找来一群亲戚 并且把我们夫妻架在高台上 就是算准了 我们的性格 不会给长辈难看 至于婚礼上 我发飙那事 应该是被解释为 小舅子是小辈 所以闹了就闹了 姐 姐夫 你们快坐下 今天的菜都是特意请人做的 妈还给你特意做了茶碗蒸 她说你从小就爱吃 弟媳妇儿热情地将老婆 拉到赵母娘身边坐下 我跟在旁边 挨着老婆坐 看着端到老婆面前的茶碗蒸 我不以为然 老婆对鸡蛋的腥味很敏感 一向是能不吃就不吃 面前的茶碗蒸上面 还铺了虾仁 紫菜 海鲜的腥味 和鸡蛋微凉后散发的腥味 随着碗盖掀开 迎面铺来 果然 老婆立刻扭头干傲 她根本就不爱茶碗蒸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饭桌上的气氛突然一致 我轻拍老婆的后背安抚 将茶碗蒸重新盖上推远 如言是不爱吃鸡蛋和海鲜的 她觉得腥味太重 我话音一落 场面更尴尬了 小时候你不是最爱吃茶碗蒸吗 每次做你都说爱吃 吃得干干净净 赵母娘脸色微沉 反驳道 如言小时候肉都吃不上 也就偶尔能吃一回茶碗蒸解解馋 哪还顾得上心不心的 我丝毫不顾及岳父的脸色 什么都往外说 老婆忍不住难受 还在桌下拽我的衣角 让我别说了 等后来如言上高中 吃住都在学校 上学生活都是靠奖学金 不用朝家里伸手要钱 她就不吃鸡蛋了 我怎么会如他们愿 明摆着恨今晚就是鸿门宴 还想我隐忍不发 真拿我的教养当筹码 自以为吃定我们 亲戚们脸上表情相当精彩 这种事柳家人自己都不记得 外人更无从得知了 我将这事说出来 相当于把岳父岳母的面子往地上扔 看到岳父黑着的脸 我感觉通体舒坦 我们家可没有穷的吃不上肉的时候 是姐她挑食 从不吃肉 小舅子愤愤不平地解释 我笑了 还真是谎话骗自己 久了本人都当真了 她是挑食 还是你总抢她的肉吃 明成 谎话说久了 自己都骗过去了 姐夫你胡说什么 明成和姐从小关系就 怎么可能做那种事 你别瞎说 姐都没说什么 你一个劲地翻旧账 埋怨这些事有意思吗 弟媳妇儿和小舅子一样满脸愤闷 我没有说话 老婆已经缓过劲 正揪着我腰上的软肉拧 大家先吃饭吧 最近工作太累 我休息不太好 没什么胃口 老婆没有对之前我的话做解释 这会儿她可清楚 我是为她打抱不平 要是反驳了 我的面子就落地了 相比之下 弟弟的面子掉了就掉了吧 亲戚们也都识去 没有揪着这个问题继续追问 气氛很快又热烈起来 酒足饭饱后 有好事的大姨又拉着老婆问八卦 如烟啊 你和良平上回彩票中了不少钱吧 这回送那么贵的房子 你们也真舍得 就是啊 那么大的别墅 至少得上千万吧 装修怎么样 你妈还说等过端日子搬新家 再喊我们大家过去吃饭 我敏锐地听到了房子两个字 心里一咯噔 当初为了避开那些借钱的亲戚朋友 我们确实买了几套房 其中是有一套别墅 位置和面积都很理想 我们甚至打算留着那套房子养往 怎么就送出去了 什么时候送的 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事 我转头看着比我还猛的老婆 刚才心里升起的那点怀疑立刻被打消 老婆有分寸 这么大的事 不可能不经过我的同意私下做决定 那么问题就可能出在 来家里住了半个月丈母娘身上 什么送房子 老婆趁着气口 赶紧插话问道 别墅啊 青兰院的大别墅 你妈说那房子你答应送给明城 还是说因为他们跟在明城身边养老 你心里过意不去 想让他们住得舒服 才帮家里换的大别墅 房本你妈都给我们看了 说过几天你就跟她去过户 沈娘们三言两语地将事情说清楚 我和老婆连也拉得老长 二沈 我没有说过要送别墅给我弟 那别墅是我和梁萍计划养老的房子 房本都刚领回来 梁萍说让我去银行存 我都还没来得及去 老婆沉着脸解释 这事她完全不知道 现在回想起来 丈母娘非要住家里半个月 该不会就是为了偷房本吧 我们夫妻可没有那么多闲钱 送小舅子大别墅 我爸妈都没住上别墅 哪来的功夫管别人家 我在一旁接话 沈子们一听我和老婆的话 就联想出了事情的原委 亲戚们面面相去 谁也没想到柳家夫妻 会这样算计女儿 要是我小心眼一些 因为这件事 我就能跟老婆闹离婚 岳父在亲戚中间 一向标榜自己一视同仁 从不重男轻女 以前谁家因为重男轻女 闹出点什么矛盾 他都是第一时间谴责 所以他们夫妻在亲戚中间 名声极好 但是从上回小舅子婚宴 我闹了一回 大家已经对岳父的好形象 已经产生了怀疑 现在又闹出赵母娘偷房产证 逼女儿赠予弟弟的事 柳家多年经营的好形象 怕是再也立不起来 这时候 赵母娘和岳父总算发现 客厅这边气氛不对劲 原本还在陪亲家夫妻 推杯换盏的两人 赶紧过来 这是怎么了 大家都吃好了吗 岳父笑着开口询问 一副老好人的样子 生怕有招待不周的地方 吃好了 我们和如颜闲聊呢 没什么事 沈娘们不好意思 将刚才的事情挑开来说 只得敷衍两句 外人不好意思说 但我可没那么好脾气 岳父一家一而在的算计 我已经厌烦了 我刚听沈娘们说了才知道 自己的别墅莫名其妙 成了小舅子的 岳父 这事是真的吗 紧盯着岳父的表情 我不客气地质问道 我就说结婚这么些年 也没吃过赵母娘做的一顿饭 还非要在我家住 感情是想偷房本啊 赵母娘一听立刻就炸了 岳父也满脸阴影 楚良平 你眼里还有没有尊卑 说赵母娘偷东西 你爸妈怎么教你的 我拿女儿的东西 关你屁事 赵母娘又看着老婆逼问 柳如烟 你自己说房本是我偷的吗 难道不是你自己给我的 老婆在赵母娘的逼问下 陷入两难 她求助地看向我 我对她的眼神视而不见 正好 借此机会能逼老婆做个选择 到底是选择一贯以来不停盘剥她的家人 还是相爱多年 真心对她好的丈夫 老婆无助地看着满脸冷漠的父母 又看向等着她做决定的丈夫 这不是她第一次被迫做选择 之前无数次面对家人和丈夫的选择 最后都是我为了她做出妥协 这次 我不愿意再助长岳父家的贪婪起眼 场面陷入沉默 小舅子看姐姐迟迟做不出决定 忍不住畜生催促 姐 你快说啊 当初在医院我早就劝过你 你有什么好犹豫的 还有谁能比得上爸妈对你的好 老婆听到这话 一下就联想到当初在医院时弟弟的话 我从没说过要给你买房子 老婆的话让我长舒一口气 她这次没让我失望 看着无声流泪的老婆 我伸手揽住她 试图给予她一点力量 妈 这么多年了 你从我这儿要走的还不够吗 非要把我的家拆散你才甘心吗 刘如烟 你在胡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从你哪儿要东西了 那是你孝敬我的 我要你长大 供你读书 你能有今天 全都是我和你爸的功劳 赵母娘歇斯底里的大吼 老婆只是平静地实述说 我从高中开始年年拿奖学金 学费 生活费没跟你和爸要过一分钱 因为你和爸一句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受不得累 大学时还要到处兼职 为弟弟挣学费 生活费 老婆哽咽地控诉着 工作后你和爸说 怕我年纪小攒不住钱 我的工资都直接发到你们卡上 每个月你们只给我一点零花钱 剩下的说好帮我攒下来做嫁妆 后来呢 这笔钱成了明成的聘礼 婚宴的费用 当初我嫁给梁萍 你们连床陪嫁的被子都没有替我准备 老婆越说越上头 似乎已经控制不住情绪 要不是公公婆婆开明 梁萍对我足够宽容 我的婚姻早就结束了 这么多年 要什么我们都给了 怎么你们还不知足呢 亲戚们津津有味 看着柳家这场大戏 谁都没有出声 赵母娘被老婆的控诉 气得直发抖 岳父黑着脸 什么都说不出来 小舅子倒是没脸没皮 并不觉得他们家之前的做法 有什么不对 你姓柳 就算嫁人了也该向着柳家 有什么好委屈的 我冷着脸 看向小舅子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按照理法 你姐嫁到我们家 她对父母只有赡养义务 对你这个弟弟 可没有任何义务 你姐婚后花的每一笔钱 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你信不信 只要我愿意 我能让你从我这儿用了多少 就还回来多少 小舅子是个不学无术的混混 根本不懂法律 以为我就是嘴上说的厉害 正想要放狠话叫嚣 被弟媳妇儿拉住了 她看向我的眼神有些闪躲 难得有个懂法的 防本还回来 我看着丈母娘说道 她耿着脖子硬是没有动 僵持了一会儿 我耐心耗尽 不还也没关系 明天我就挂师重办 无非是多花点钱的事 哦 另外 你们也不用打什么歪主意 房产证户主变更 需要本人到场 就算本人不去 也要到公正处 出具委托文件 换句话说 我和如烟不出面 你们拿着房产证 也什么用都没有 说完我也不管他们一脸菜色 拥着老婆离开岳父家 我们走后 一屋子亲戚看了一出大戏 拾去的快速离开 只是事后会多热烈的讨论柳家的事 就不得而知 这一闹就是老婆和自己父母彻底绝恋 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将房子的事情处理完 看老婆还没走出悲伤 替她请了年假 带着人一起度假去了 回来没多久 就查出老婆怀孕 对于新生命的期待 完全转移了她的注意力 随着时间流逝 老婆会逐渐淡忘 和亲人决裂的悲伤 我很感激当初 她在我出车祸后的不离不弃 甚至是那天 为了我愿意和亲人断绝关系 她都是向着我的 我知道她事后一定想得到 当时我没有帮她的原因 是我逼她做出的选择 即便这个决定 在我看来是为了她好 但结果依然是让她 彻底失去了父母 她只有我了 我也只有一辈子对她好 才能弥补她亲情的缺失 全文完